1月5号 人一年 虎年生肖邮票正式发行 但这一套写实公笔风格的虎票 自亮相起就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不少网友认为邮票上的老虎没有虎威 略显忧郁 一脸呆傻 人一年特种邮票延续了第四轮生肖邮票的设计理念 全是国语家的概念 邮票一套两枚 第一枚名为国运昌盛 描绘了一只趋雨渲昂的上山虎形象 第二枚名为虎运吉祥 描绘了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的温馨场景 不过这虎票一发售却引来了线上线下的热议 不少网友吐槽说 邮票上的老虎略显忧愁 眉头紧锁 愁容满面 看起来更像是刚睡醒没洗漱的自己 一点也没有上山虎的威武 第二张图里的老虎妈妈带着两只小虎仔 看着也不开心 有网友甚至怀疑起了画家的水平 据中国邮政网介绍 这次的任一年虎票 是由著名画家冯大中先生创作的 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他已经画了近60年的老虎 那对于网友们挑剔的眼光 他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在山林里的老虎没有胖的 这两个虎权往前放 慢慢地瞅着它俩 所以母亲父亲看到孩子的时候 总是在非常欣赏它的快乐 它都是很温顺的 迷风到眼的 冯大中先生表示 自己设计之初 第二枚邮票中原本有三只老虎 为了构图更加丰满 去掉了一只 同时画中的老虎也突破了动物属性 做了拟人画处理 威中不识人厚 永中含着温柔 第二枚 大旨 只能 都不识人了 都不识人了 不讆人